自理小鹿事件之后,马苏在娱乐圈里不是很活跃,在2018年像是销声匿迹了一样,2019新年即将到来,马苏惯然一新,也许是讨个新年新气象的好彩头吧。 最近平凡的现身露面,近日,网友偶然的在酒店门口拍到素颜的马苏,一会儿,一位身穿黄色羽绒江客,戴着黄色的鸭舌帽和黑色口罩的神秘男子紧随其后,由于打扮得太不保守严密,始终看不清该神秘男子的长相浪貌,猜测他究竟是谁。 不过从穿衣风格和身高来看,应该年纪不大,大概是一名小鲜肉。 马苏和神秘小鲜肉同时现身后,马苏站在车爬东张西望,确认完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,才准备上车离开。 有网友纷纷猜测,该神秘男子有可能是马苏的神秘男友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请给小编评论哦。